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當日圓貶值時 香港人都會關心 何時唱音去旅行最便宜 或計算買甚麼日本出口產品最低 把握機會花錢 但日本人在這個時間 就會把握機會賺錢 一班道邊太太就會重出江湖 甚麼是道邊太太呢 道邊是日本很普遍的姓氏 道邊太太就是指日本一班炒外匯的司拉兵團 日本經濟疲弱 央行長期將息口維持在接近零水平 刺激經濟增長 道邊太太就會趁息口低 用低成本借日元買高息貨幣 賺取利息差額 道邊太太這個代號到底是怎樣呢 道邊太太這個代號是在06年尾出現 日本當時很流行網上交易 加上日元貶值 一班司拉兵團於是就在家網上炒回 由於日本家庭的儲蓄率高 司拉兵團的吐息交易 成為拖低日元的力量 投資家於是統稱他們為道邊太太 這本書的作者鳥居萬有美 是道邊太太的其中一位表表者 教人怎樣炒回月賺100萬日元 本書長銷兩個月賣出7萬本 連美國紐約時報都採訪他 道邊太太為何成為潮流 在日本買一手籃手股 動下就要100萬日元 買外幣就不同了 入場費最低5萬日元就得 銀碼細 槓桿比率高 吸引到一眾家庭主婦 還有 主婦日頭要做家務 夜晚又要煮飯 剛好全球會市開市時間不同 就可以靈活投資 在凌晨先做買買